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8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沉睡魔中二伦敦首云礼之夜 两道星河交汇了 纯红肤白的暗立范妮 身穿薄荷绿水钻披沙礼服出场 星期缭绕 轻盈灵动 就在满场闪光灯 为童话公主开路时 一喜药母星途随风而至 神仙教母安吉丽娜朱莉下凡了 44岁的朱莉站在21岁的人间 小仙女范妮身边 并没有被青春无敌的胶原蛋白击败 她消瘦的脸庞在柔光下闪闪发光 犹如从风雪中嫁临的高贵女王 戏里戏外她都藏不住霸气 预告片里张开黑色羽翼 火力全开的女巫马林菲森 一语邪笑足以震撼人心 也别忘了 现世的安吉丽娜朱莉正是魔女本人 有人说朱莉的眼睛里藏满了风情与浮华 但谁能想象 40年前她已静静冷酷和孤独 她出身不俗 父亲乔纳森·沃伊特是奥斯卡影帝 母亲是马其林·伯特兰德 是长腿名模 狼才女貌 家舞天成 他们三连爆俩 生下哥哥詹姆斯·海文·沃伊特 和安吉丽娜朱莉·沃伊特后 马丽林选择退隐 当一名全职妈妈 就在她全心全意照顾孩子和家庭时 丈夫的风流运势却频频上报 自己在家累死累活 老公却在外面风流快活 身边的女人患了又患 日复一日的争吵打闹 这段婚姻迅速崩溃 父亲一走了之 家境已落前丈 三母子的生活陷入困境 小朱莉的童年 变成一次又一次的搬家 最可怜的是 小朱莉却被安置在家里 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 只有临时保姆照看 整整两年与世隔绝 母亲不闻不问 除了冷眼和疏离 母亲还会莫名其妙的辱骂 只因为朱莉长得像爸爸 那片全世界为之迷醉的性感双醇 却是朱莉童年无辜的祸根 没有宠爱和温暖 小朱莉迷上养蛇和蜥蜴 在那间无人问津的小房间里 冷血动物是她童年唯一的晚伴 她怨恨 把父亲的姓氏沃伊特 从名字中化掉 只留下安吉丽娜朱莉 要做一位无主的魔女 14岁 朱莉把头发染成深紫色 把嘴唇涂成蓝黑色 穿最性感的吊带招摇过世 和最叛逆的男孩子私混 在重金属的古典下热吻 在没有光的后巷里嗑药 1990年朱莉15岁 她当时的人生理想 是成为一名入恋师 日夜颠倒 满身伤痕 游荡在纽约的街头 坐近坏女孩的勾当 当其他小女孩梦想成为芭蕾舞者时 我只想成为虚绝鬼 朱莉回忆道 15岁这年 朱莉选择嫁给了纽约的黑夜 放纵和暴力 是治愈孤独的阿斯匹林 但这只是缓冰之际 纽约午夜的街区 不过是一张无声的售口 1991年 朱莉重返洛杉矶 暴读戏剧学院 易于常人的早熟 和与生俱来的性感 让她变成一剂荷尔蒙林药 1991年 朱莉16岁 一部部电影《找上门来》 深邃绿眼 性感双唇 危险气质 朱莉好似一株无人屈玫瑰 在90年代的好莱坞 静静怒放 1998年 一部芝雅 让23岁的朱莉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球奖以后 该片回溯美国超模鼻祖 芝雅陨落的一生 家庭破碎 早早成名 身陷药瘾 26岁死于艾滋 她美丽又易碎 农业全悲凉 说来巧合 竟和朱莉的生涯有几分相似 该片结束后 朱莉吸引整整大半年 她说自己入戏太深了 又或者是片中那句 Too wild to live Too beautiful to die 让她感同身受 难以自拔 一年后 朱莉和威诺娜瑞德合作的那部 美到风魔的《遗魂女郎》 她把反社会人格的敏感 多疑 疯狂 无助演绎的淋漓尽致 在纯美如雏绪的威诺娜面前 她像一朵失常的鞋花 美艳轻视 演技惊艳 殊不知这些电影里 堕落的疯狂的角色 都曾是朱莉人生深渊里的缩影 任技巧再高 都不如本色出演 拿下小惊人的朱莉真的疯了 报纸刊登她的不雅照 曝光她的私生活 拍到她去精神兵院就医 传闻她雇佣杀手干掉自己 杂志头版头条是她的闺房 大床上扔着性感蕾丝内衣 各式零食 名贵的古巴雪茄 喝剩半瓶的烈酒 还有一条眼镜蛇 脏乱差 丑闻缠身 她是全世界母亲最讨厌的蛇蟹油物 仿佛看一眼就会变坏 凡人落难仍有援手 魔女堕落谁来拯救 在主流媒体争相炮轰的关头 古墓丽影拯救了朱莉 这部史上最成功的游戏改编电影 一经面世变成经典 朱莉塑造了劳拉 坚韧 性感 飞檐走壁 拳拳盗肉 就算是最刻薄的骨灰级玩家 都不得不承认朱莉刻画的强悍和传神 票房口碑双响炮 朱莉从黑暗萎靡妖魔女 转变为全球赞颂的女战士 Girl Power的传奇绝境 随后的原罪 幻子一云步步封神 安吉丽娜朱莉的大名 眼观四海 她被票选为现存最性感女人 女星片酬天下第一 但事业的登峰造极 却未能复制到感情上 三场婚姻惊心动魄 她好像只钟情浪子 总爱的疯狂 白衬衫输血字 鲜血定情项链已是旧事 史密斯夫妇细假情真也成立事 十年爱情长跑 两年甜蜜婚姻 三年对不公堂 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 这段争议了15年的爱情 尘埃落定 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被祝福 2004年二人拍摄史密斯夫妇坠入爱河 皮特婚内出轨成世纪渣男 朱莉中途插足便重视之地 当他们顶着骂名走到一起时 四面出阁 但时间很快冲淡了一切 他们不如教堂收养三个孩子 生下三个骨肉 一家八口羡煞旁人 婚变得导火线争议孩子 酗酒后 皮特对大儿子恶言相向 拳脚相加 朱莉新知这段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不爱孩子的丈夫怎可能爱自己 16年9月二人宣布离婚 在抚养权问题上 她养紧牙关寸步不让 六个孩子全部跟我 朱莉带着孩子搬出爱巢 住进租来的房子 她一边兼顾工作 一边处理官司 一边照顾孩子 遛狗 做饭 打扫 讲睡前故事 倾尽全力 维持现状 只能趁孩子们熟睡时 躲在浴缸里崩溃大哭 只有眼泪 不敢出声 她用憔悴暴瘦 换生活的一切如常 报刊用Dying形容她 一米七零的个子不足八十斤 她一度患上了贝尔麻痹症 和蔡康永之前一样 半边脸的肌肉不受控制 好在她熬过来了 9月她和孩子逛街被拍 一家人喜乐融融 网友评论 朱莉小时候应该是能感受 好多爱的孩子 恰恰相反 经历黑暗的人更渴望光明 缺少温暖的人更珍惜家庭 当一个女孩从妻子变成母亲 她的爱更小心翼翼 顾全大局 此时此刻再去问 你还相信爱情吗 朱莉或许只会笑笑无言 一个人一辈子不顾一切 轰轰烈烈地去爱另一个人 只此一次 欲视不后 五年前沉睡魔咒上映 有句热评动人 也许童话故事不一定要有王子 被夺走翅膀的朱莉 依然是扭魔头 誓死守护自己的世界 当得知自己患卵超癌概率为50% 患乳腺癌概率高达80%后 她没有逃避 三年内切除了双乳和舒卵管 已绝后患 有些挑战 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占据主动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心生恐惧 她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 心生吐露 她走遍地球上的难民营 为女性发声 她将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 都捐出去做慈善 有人偷骂她伪善 嘲讽她圣母 甚至断章取义去抹黑她 她不为所动 十年如一日 只是面对镜头笑着说 只要是能带来改变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这位44岁的好莱坞第一女魔头 仍然一意孤行 名玩不灵 44年来 她没有一刻不在争议之中 世人能捧她成银河系游物 也能采她为精神病丰富 她的坏童年 私生活 黑历史 让陌生人望而却步 就算她菩萨心肠 也会被指控为邪圣母 她变成了吓唬小孩的暗童话 住在黑森林的女魔头 那双臂眼会蛊惑你的灵魂 那双红唇会夺走你的性命 但她从不和媒体争论 也不曾为自己洗白 她主宰自己的身体 捍卫自己的家庭 她依然是遥远星球上那朵 如火玫瑰 不需要被玻璃罩 不期待小王子 她一个人 看尽44次日落 魔女站在云顶 她穷极半生 只为守护自己的那片森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 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